武则天驾崩之后,武士一族安然无事,侄子武三司继续活跃在唐朝权力中心,吕智去世后呢,吕智一族却被斩杀殆尽,那武则天都做了什么呢? 让武家逃过灭族之劫,吕智又走错了哪几步,使得吕家被刘汉皇室彻底清算,带着这些疑问一起来看看吧。 武则天都已经是七十多岁了,还没有决定好立谁为太子,朝中大臣可急坏了,别看他表面冷静,其实非常着急,这要是在他驾崩之前还没有处理好,喜不落得和西汉吕后一样的下场,李唐皇室和武士一族哨不了一场厮杀,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,武则天正想办法平衡李武两家,一边是自己的儿子,一边是自己的亲侄子, 这让武则天非常为难,如果再立立显为太子,那自己辛苦坐上的皇位不就又还给李唐呢? 一想到这里,武则天就有点不甘心了,而他的两个侄子五乘四和五三司也经常提醒武则天,就没有传位给异姓子嗣的皇帝,这是在旁敲侧击武则天,咱们才是一家人,要立太子的话也要在五家人中选, 而在武则天的众多侄子中,能力出众的便是五乘四和五三司,武则天坐上皇位,一个被封为了梁王,另一个被封为了魏王,他们也是除离显外的储君人选, 身受武则天信任的狄仁杰,看他如此纠结,便为其梳理了一下,他对武则天说,陛下认为儿子更亲还是侄子更亲呢? 武则天犹豫了一下,没有回答狄仁杰的话,狄仁杰又接着说,陛下要是立武施子孙为太子,百年之后,他一定是祭拜自己父母, 陛下的牌位能不能被放进太庙都不知道,自古以来就没有侄子祭祀姑母的,要是立卢林王为太子,这就不一样了,他终究是陛下的儿子,打断骨头还连着筋呢,将来他继承皇位百年之后,跪拜祭祀陛下,那是他该做的事。 狄仁杰的这番话,让武则天纠结的心突然就明亮了起来,人年纪大了,对死后的事情就非常在乎,要是自己驾崩后不能进太庙,也没有人祭拜,这不就成孤魂野鬼了? 古人信奉这些,武则天也不例外,从此以后,他便决定要还证给礼堂,但是呢,也要为武士一族铺好后路,要是自己突然驾崩了,也不至于武家被屠杀个遍。 武则天为武家铺后路,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?趁朝堂大权还在自己手中,武则天想将李家和武家的利益捆绑在一起,最好的办法便是联姻。 他就把最疼爱的太平公主嫁到了武家,公主的丈夫是无忧记,李显的女儿永泰郡主嫁给了武则天的侄孙五颜姬,只要两家年龄合适的男女都被武则天撮合到了一起。 这样一来,武家和李家很难再分你的我的,想要清算都算不清楚,都这样做了。 武则天还是不放心,他又将儿子,女儿和侄子聚集在一起,看着他们对天对地发誓,李家和武家不能互相残杀,他驾崩后也要和睦相处,如果违背誓言,定遭天打雷劈。 随后,武则天命人制定了一张铁券,将食言刻在了上面,以此作为证据。 一系列操作完成后,武则天终于安心了。 此后,他还是掌控着朝堂大权,一直到82岁高龄,虽然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,可还是没有传位的打算。 那些效忠李唐的大臣已经没有耐心等到让位了,他们联合在一起,暗中密谋,想要逼迫武则天还政李唐。 这群大臣找到了太子李宪,鼓动他一起发动政变,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,他还是参与到了其中。 再向张简之为首,他们找了一个合适的时间,带着太子闯进了皇宫,先将武则天的两个男宠斩杀了。 然后,一行人冲进武则天的寝宫,逼他把皇位传给李宪。 武则天无可奈何,知道以无力回天,便答应皇位给李唐。 第二天呢,他就下了一道圣旨,让李宪坐上了皇位。 他退下皇位后,被软禁在上阳宫,人本就年老了,如今又失去了权力,心中的郁闷难以疏解。 李宪登基后,也会探望武则天,毕竟是自己的母亲。 看到家俗衰老的母亲,李宪不禁提出疑问,才十多天而已。 母亲怎么变得无精打采。 武则天听儿子这么说,马上反应过来,眼泪呢是说来就来啊。 他哭着对儿子李宪说,儿啊,我原本就是要把天下交给你的。 发动政变的那些大臣就是贪求功劳,才将我害成如今这副模样。 武则天趁李宪探望他的机会说了这番话,其中包含了两层意思。 这第一层意思是在告诉李宪发动政变的几个大臣,就是贪图功劳,才让他们母子盗兵相捡。 这种做法让他背上了不忠不义的骂名,言下之意就是在告诉李宪,这些大臣中有居心叵测之人,日后一定要谨慎。 还有一层意思,就是用母子亲情打动李宪,就算不带人逼宫,这还位也是要还给李家的。 你我是母子,母亲的东西终究是要留给儿子的,我身后的武家要好好照顾。 武则天简单的几句话对李宪有作用吗?武则天做事从不失手,李宪听完母亲的一番话,突然就跪倒在武则天面前,还哭着说自己错了,还承诺武则天,今后一定会照顾好武则天。 武则天在上阳公家崩后,李显为其举办了一场豪华葬礼,将他和李治和葬在一起。 武家和李家没有互相残杀,武则天的侄子武三司还活跃在唐朝的权力中心,那些曾经带着李显逼宫的大臣们反而被打压了。 有的被流放,有的被斩杀,还有的被贬官了。 总之啊,没有好下场,武则天家崩后,武是一族安然无恙,那吕智就不一样了。 他一死,吕氏一族就被刘汉皇室清算了,那场面血腥又凄惨,吕氏一族被连根拔起。 事情为何会演变成这样,只因吕后做错两个决策,为吕家的负面埋下了隐患。 即便是在继承人的挑选上,吕后挑选的继承人并没有什么实力,而且不被朝中大臣看好。 孙子刘公就是个傀儡,还不怎么懂事,因为随意发表不利吕后的言论就被囚禁死了。 后来吕后培养的继承人也得不到大臣的拥护,吕后去世后就被朝臣给废了。 这样一来呢,便没人护着吕氏一族了,痛恨吕氏一族的人便找到了机会将其处之而后快。 吕则天就不一样了,李显虽然懦弱,但他是吕则天的亲生儿子,他又是朝中大臣扶持上去的。 还答应吕则天要照顾吕氏一族,朝中不满吴家的大臣不敢轻举妄动。 吕氏一族惨遭杀掠,还有一个原因便是,子嗣太少。 不光是刘汉皇室,吕氏一族也没什么能人。 而且吕氏掌控朝政期间,斩杀了太多有能力的大臣,使得朝中也没有什么可用之人。 吕后把军队交到两个侄子手中,去世之前呢,还反复叮嘱吕产和吕禄,一定把军队握死了。 不然吕氏一族必遭打难。 可是这两个无能侄子,在吕后去世后,想要带兵谋反,办事不力,被人发现了。 还轻易地将兵权交给了出去,没有胆破,还清醒他人。 这样做的后果便是人头落地。 吕后的这两个侄子死后,吕家就彻底败了。 等着任人宰割,吕氏一族被周伯下令全部斩杀了。 其实啊,吕氏一族的悲惨结局不能完全怪吕后,因为不可空因素实在是太多了。 但是在能力上,吕后的确比不上武则天,能退能进也是武则天得以善终的原因,也使得武士一族安然无恙。 以始为静,刻以至星体。 以人为静,刻以明得失。 点赞评论订阅。 我们一起从历史中进步。